買單了啦買單了啦 簽了簽了簽了 啊~~ 煩欸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獅 歡迎收看今天的老師推車 今天來了一位很特別的來賓 這邊 這邊這邊 Kensho 嗨大家好 Kensho 好 看到這個帥氣的頭髮 Kensho的頻道 在這邊 大家去訂閱起來 追蹤起來 我跟你講我們年紀差不多 到了一個大叔 40歲以上的年紀 以前我們在看寶石節很像是 覺得距離很遠 好像這輩子跟我們沒有關係 應該跟我們差不多吧 男生看到這個牌子應該是沒有不熱血 就跟女生看到兩個C這樣 差不多一樣意思 其實車子就是男孩子的配件之一 有沒有看到 配件 有沒有看到 配件 要買一台寶石節的跑車 到底要花多少錢 左手邊這一台呢 就是我們的911 它是這個997的車款 3.8C2 C2是什麼意思 C2的 雪鐵龍 我只加一個C2 它有C2 C3 對啊 對啊 沒關係 C2就是兩輪傳動的意思 那你如果看到C4 C4 就四輪傳動 就是四輪傳動 好那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對寶石節一定很混亂 坦白說我也覺得它車款超混亂 好不好 第三種 一種最便宜的是Buster 你看到後車箱是沒有引擎 再來就是這個CAMON 凱門 然後凱門的話呢 它就是這個硬頂的 沒有敞篷的車款 再來最貴的 就是911 對 我在想說你要講什麼 它是2加2的車款 然後呢 它比較特殊 它是後製引擎的後輪傳動 我們觀眾朋友如果還分不出來 很簡單 你看到那個寶石節頭燈有沒有 對 越圓越貴 你像這個荷包蛋 你看就知道是比較便宜 然後這個橢圓形的是不是就比較貴一點 然後你看到如果是正圓形的 我跟你講那就超貴 然後正圓形呢 它又站起來 就更貴 那超級貴 後面的這個後製引擎 甚至還有一些氣冷的那種 古董車有沒有 欸 講到古董車 那一台這樣就很貴吧 那超貴 對啊 那樣叫993 993還是933我忘記了 這一台呢 現在市售大約會在50萬左右 那這一台呢 它的市售大概會 130到150萬 其實好像 我會很貴 會不會有觀眾聽到這句話 會覺得很 很 很賭 很 怎麼一百多萬不貴之類的 欸 搞不貴 一百多萬 好像一百多元 可是講真的 因為它一開始的價錢真的很高 那很可怕 那都是三百以上的東西 對啊 都三百以上 所以一百多感覺還好 沒有 其實大部分 依這個酸民 不是 這個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留言看起來 他們會覺得說 買得起一定養不起 那我們接下來先 帶Kent上來看車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 養不養得起的問題 好不好 走 我們先看這一台好了 如果你有去研究網路上 會覺得保時捷的價差超大 像這一台啊 我跟你講 你從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 你可能市面上都有人在賣 05也已經15年了 對耶 02也18年了 18歲了 這成年了 可以 可以考駕照了 對啊 18 你以為我要講可以什麼 哈哈哈哈 挖動給你跳 是不是 這台車回來之後 旅圈也已經有做這個 升級到19吋 對 那像他這個原本就18吋 然後他也做了這一個 鋼琴 黑色的鋼琴烤漆 對 而且你看他的卡鉗 是有翻新過的 好 那再來我們繼續往裡面看 走 欸 來 把它拆開看一下是什麼 跟人家吵架的時候用了 是不是 甩棍 幹雨傘啊 對 雨傘啊 我們講 身為一個 有Sense的男人 有品味的男人 我們連雨傘都是要保時捷的 對 它有設計這樣子的一個空位 駕駛座到我們看 也有 而且我跟你講這台也有 真的假的 對 然後呢你可以去選配 它這個原廠的雨傘 難怪人家說啊 有錢車都可以飛 我跟你講 大部分人有錢到 到不知道要花哪裡的時候 就會開始注重一些細節 欸我真的 今天才第一次知道 原來保時捷裡面 有雨傘 現在我們的問題已經不是在於 一晚三次還是五次的那種 是直的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跟DK的東西 沒錯 是一次多久 然後結束以後 你有沒有去做後續的動作 對對對 那我說的是尿尿 你在說哪部分 一樣啊你後續 一個晚上要起來尿三次到五次 你尿完 你要躲乾淨 要把它弄在內褲上 不是這個嗎 對 要注意質感 你想到哪裡去 要互相拉盪跳 我的人生 第一次 坐在 你應該有做過吧 你沒做過保持 我沒做過啊 朋友沒有嗎 都沒有 通常習慣性 要先推坑叫朋友買一台 然後看他開的情形 然後我們再來考慮 要不要買這樣 真的 可是我做過那個藍薄 哇 就做進去兩秒就出來了 兩秒就出來了 兩秒就出來了 沒有兩秒走出來 就是兩秒就出來 哈哈哈哈 好進去看一下走 我們剛剛講到架差對不對 你現在一進來啊 包含它這個所有的這個卡帽 還有中控台的這個皮革 這個都是經過整修 翻新的 光這個啊 還有椅子 椅子的皮 這包覆性很好 對 這裡全部都新的 而且這邊一定要燙 Logo一定要燙 對對對 那光我剛剛提到的 門板 中控台椅子 整個翻起來 就大概要花新台幣15萬左右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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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對 然後再來一個重點是 它的方向盤呢 也改這個新款的方向盤 所以它就看起來比較有科技感 那我們看到這一台要選擇這個 它選配了這個時鐘之後 它還會附帶一個電腦的一個軟體 就是Sport的按鈕在這邊 所以它是連同這個你的電腦的模式 軟體都會跟著改變 不是只有選一個時鐘耶 要不然它收你15萬耶 有人會貼一個假時鐘啦 不過應該是 比較少啦 誰會 真的是連腳趾中 對 卡西歐嘛 哈哈哈哈 我們看 剛剛講了 只有911是2加2 只能放小狗 還有一些採買 不過它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它這個後面齁 這邊有一個小拉筆 對 你把它按下來 會變一個小平台 所以你這樣子就會變成 你後面可以放包包啊 放什麼東西 這個車上呢 我們對不對 DETAIL 對 那是這個車主持的回憑反到腰 DETAIL 開這種車 欸 對不對 你不要看這個是屬於車的配件之一 你想想看你MAY上車 會不會冷 裙子穿太短 拿出來來蓋一下 你載個MAY拿出來LV 對不對 還是拿出來愛迪達 欸不一樣啊 有沒有看到連這個就是細節 不錯吧 功夫熔的 輕量化的椅背 好我們現在 最熱血的時刻 我要進去囉 對 你通常擦的時候都會這麼猶豫嗎 沒有這個 這個沒擦過嘛 穿紅火之後 你開保時鞋 要習慣性等它一下 它待會會告訴你油的高度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發動 讓你感受一下它的聲浪 好喔 我先移遠一點 因為我怕等一下潮吹 我會被弄個滿臉 滿身都是 因為那個太高潮了 你知道嗎 你說我準備毛巾給你 毛巾嗎 我覺得我需要防護衣啊 不用防護衣 LV圍禁之間 好讓你踩著煞車 轉動它吧 你知道瞬間變笨蛋的感覺 你知道嗎 大家應該感受到我瞬間變小孩子的感覺 有啊 而且其實這一台車 它還有改裝排氣閥門 你可以幫我吹兩下油門 它油門 放心 不會吹了就衝 放心 我們還在P檔 等一下我車 你立志一點 你開車開那麼久了 立志一點 再整一點啊 好 OK 然後右邊這邊有個按鈕 壓了 壓了 可以壓 可以壓 馬上有不一樣的聲音對不對 壓下去吧 好那再吹一下吧 車子是那個閥門有改 就有放屁的聲音 對啊 我跟你講喔 開這個車 晚上回家會被鄰居討厭 沒關係 這就是買了讓人討厭 這種車我跟你講 油門不壓下去都讓人討厭了 你知道嗎 對所以喔 等一下喔 帶你出去試車 這個一定要爽一下 我這種 開帥不開快的 心臟沒那麼大 雖然你話這樣講 待會兒出去試車之前 本票還是要簽的 要不然萬一太High 出什麼意外 對不對 我們在我們出門之前 我教肯上一些這個 開保時捷必備的一些小嘗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我幫他熄火 這裡面有一個東西要讓你注意的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要身為一個保時捷的一個準車主啊 你一定要 車上一定要準備這個東西 這精油啊 機油 機油 精油是什麼 紫壓油壓 為什麼車上要準備一罐機油 因為一定會吃機油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一定會吃嗎 我們到後面的引擎試看 好 引擎試把它打開 你看它這個它的氣冷系統 對 就是它的風扇 它機油孔有一個設計很特別 你可以拉小 所以代表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就是要讓你 方便你怎樣 救口去倒 所以呢 身為一個專業的保時捷車主 要會自行添加機油 是合情合理 而且必備技能 其實基本上它的引擎儀表裡面 都會有一個油味偵測的選項 那你就依照它的那個上面的CC數 你就自己去補充 你如果常去跑山啊 拉轉速啊 有沒有 一鍵綠燈我就充 沒有人能追上我 因為我開911 你如果正常使用它5000公里少一罐 合情合理 而且其實保時捷的這個車款 它的群組也非常的豐富 你不要那個Light群組都加那些傳統片子了 我知道 對 偶爾也要加一些汽車色調 汽車色調 那大家會交換情報 然後會給你一些比較便宜 比較合理 技術比較好的外場的那種維修資訊 通常每5000公里的保障大概會在1萬塊錢左右 那這個車有一個最大的通病 叫做IMS 就是一個軀軸連桿很容易壞掉 通常它壞掉是有前兆的 就是當你的機油一漏下來裡面有鐵屑 那個就要及早治療 買這個車的人一定要把這個預算留下來 我記得大概3萬塊左右 這是它的一個設計瑕疵 所以大部分的車主一定都換過 如果都沒換 最後車子的狀況會怎樣 噢不行啦 那個引擎會壞掉 因為它磨損了 因為它的引擎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位置在一個很難修理的地方 所以通常有時候動不動 引擎就要卸下來 還有一個最重要 我都講引擎沒有講到變速箱 其實它在08年的時候有一個分水嶺 就是改成新型的PDK變速箱 加速更快更省油 然後它的這個改成缸內直噴之後 馬力也增加了30匹 可是PDK坦白說它的妥善率比較差 我們現在這一台05年這一代叫做TipTronic 這是傳統的一個手自排變速箱 反而它是用了最久的變速箱 所以它躲散率高 然後比較傳統 然後維修比較便 但是你如果PDK的話爆掉 通常都是要整顆換 整顆換大概要價20萬 對所以這就是新跟舊的一個大PK 有人喜歡傳統一點的東西 有人喜歡新一點跑得快 那像我們這種老屁股 我們就要開這種越傳統越好 好不好 就要找一個三速自排就好 看它還沒有高潮 現在就帶它出去繞一圈 看看它會不會腳軟 走我們出發 可以 來放 我上車還沒棒還沒棒 可以啦 可以囉 不用擔心啦 壞掉才能叫你買單 啊不是 出發啦各位 你有沒有覺得其實做起來彈跳蠻大的 是 有點硬 對硬 真正的男人就是要硬 老二硬可以 車子也要硬好不好 全部都要硬起來 TOUGH 以前有沒有 在路上看到人家開這種車 就會想說 趕在車上是不是它又肥肚子又大 又徒頭 對 一定往裡面看這樣子 對不對要往裡面看一點 我跟你講 我們身為有Sense 有這個 有品味的 對 有品味的男人 我們就是對不對 咬下來 怕神 收到 這樣像收帳了是不是 好 有一點有一點 我全身又刺成這樣 還要開去 欸 真的五十 沒有去不是 結冰水 謝謝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像很多林寶堅尼 法拉利 寶石捷這一類的車 其實在市區的行駛 停停走走其實是不太舒服 而且你知道開這台車的好處 你知道是我們媽的 媽的我開超慢 後面都不敢上路 對啊 你知道我開March的時候 他媽的前面塞的藥 後面要上路 我就心想要讓你媽的 沒有沒有 那沒有人要讓你啊 沒有啊 他想說開這台車 車上是不是個娘們 對 媽的 我每次在車裡面蓋 有說乾 你媽的 你怎麼沒看到前面有穿的 是不是 然後我罵完以後 我就經理 結果一末念說乾 你娘我就罵去啊 這一代的C2S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當我們在這個 Sport的模式的時候 對 它是電子懸吊的 對 它會哽韻 你有沒有覺得轉彎完再加速 那個屁股是很流暢的 對 很明顯覺得你的重心是在後方 對在後面 而且我說喔 這我常常在跟觀眾朋友分享 嗯 你不用懂車啦 你只要開了你就會發現 就知道那種感覺 對啊 真的跟我平常開的車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你就照你平常開March的方式 這樣開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放輕鬆 不就也是一台車嗎 像Kent長這種歷經過百人展的人 沒有 都百人展 沒有 Kent人 99人 也沒有 X3人 酒店妹不能睡 那個專業 他們這種比較跑車型的來令片 跟這個煞車的 他們的一個控制的做法是 他們是以準不準為主 你像國產車你會有一個慢慢踩 然後你想要大力再踩深一點 它就會夾更大力 對沒錯 可是通常這種街車就是 踩煞車就是有跟沒有 它可以踩很深 對你踩深就點下去了 可是它這個後驅的POP甩 對 不會啦它這個都有防滑 你這樣子繼續開下去 我們可能會直接到 腳踩去洗溫泉 所以 所以你可能要往走 像很多人在改車也是一樣啊 你有沒有聽過很多什麼Golf 奧迪改什麼 一階二階三階 那通常一階 你是不用動任何的其他的部件 可是上了二階它就要求你 你要改靜排器 你要改你的自動 你要升級你的鋁圈 對對對 它才要幫你改到二階 要不然你光是出力到那麼大 可是你的煞車你的鋁圈 根本就沒有到那個技術 對你是很危險 完全殺不住 對 所以那個是他們在改車的一個概念 那因為像我們這種年代 我們只有土炮 永遠都是只有土炮 改地油的時候開始就土炮 對土炮 半套全套 對啊 半套凹全套 不是那是去 那是去 要不要去手工店 對半套凹全套 沒有我是說地油在改車 我知道 去手拉長 對我們就土炮改傷 然後媽的縮掉 他都殺不住啊 幹大度路縮掉了 幹拉拉拉拉拉拉拉 有沒有又媽推推推 又媽又叫朋友拉拉拉 又拉就開 那其實我剛剛 因為我按了Sport 我們現在的避震器 對 其實也是有變硬的 比我們剛出發 剛剛出發的時候 更硬一點點 你看這邊避震器的燈還有亮 對我看到 Sport的亮 避震器的燈也亮 對 可是這種這種 我發現它在高速開起來 比較 比較好 對啊 所以有一些開保溼鞋 或是說其實保溼鞋這種跑車 有時候在市區開這個跟曬一樣 就是很不舒服 它就很像是一個 封印的巨獸 你如果一直把它封印在那種 一檔二檔之間 其實是很不舒服 開的人不舒服 坐的人也不舒服 可是呢 你如果有機會 上個高速公路 你稍微呸一下 你又會燃起 熊熊的熱乎 對 不是我們練機也有 真的 我們這個 就是開這個車有沒有 可能這個 洞區差階去繞一繞晃晃 就差不多了 行門低 對 行就OK了 對 所以你開這台車以後 你會發現 BOSS的音響根本沒有用 因為聽個音樂也沒有用 對 聽個話太大聲了 是 講話都很大聲 像以前在夜店有沒有 對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這樣 其實我們原本 我們想要開這個車 只是想要開個帥帥的Style 對 可是當你開了它以後 你發現 其實它不是只有你想的那個Style而已 對 其實它的內涵更濃 不能再給我開下去了 我已經開始 越來越習慣了 對 越來越習慣了 不過如果在台北 讓你開個半年一年 你會練就一身非常好的 三坑洞的技術 如果媽媽喝飲料 媽媽滿身都試 我跟你講 對 好啦 試回來了 沒錯 差不多要買單了 這個太熱型 我跟你講這不能讓它試太久 這要讓它試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這樣才會花錢再加結有沒有 對 沒錯 就會發現 哇 原來不是那麼單純喔 對 真的 所以你可能會從原本的只是想要開帥 到最後你會慢慢發現 其實它好像不是只有帥這麼簡單 你會想去探究到它的能力能到哪 然後能駕馭到它到什麼程度的感覺 對 所以通常喔 我的一些周遭的朋友 只要開到保時捷的車通常都會陷下去 會越陷越深 嗯 今天很開心 請到我們的Can桑 來幫他介紹這個保時捷 如果日後大家看到它的片子 有開著一台保時捷出現 不要太訝異 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我真的被小獅讀到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放在下面 訂閱一下訂閱一下好不好 那下次見啦 掰掰 有一個說法 就是當時速超過50之後 對 那你把手繩出去 然後感受一下那個縫 對 大概有它摸奶的感覺 靠 你不知道喔 欸我不知道欸 我是慣性這樣子 它手繩出去這樣捏 然後眼睛閉起來 你會感受 好像是 有如在摸女孩子乳房一般的觸感 真的喔 真的啊 日本流傳過來的 幹